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人大講話顯露 中共國恐怖上窮兵獨舞之路 維穩費破2000億大官增6.4% 要壓民間 包抗爭運動 誰來當中南海大管家 港媒放風 應對中朝威脅 日韓世紀大和解 美國為兩盟友喝彩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6號 星期一 亞洲時間星期二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 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也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人大講話顯露 中共國恐怖上窮兵獨舞之路 習近平日前5日在人大會議中提出 高質量發展是國家建設的首要任務 關鍵是看科技自立自強 有學者認為 在美國祭出芯片禁令後 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不容樂觀 而軍費增幅高於GDP增幅 更將步入窮兵獨舞的境地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在國策研究院 一場名為中共兩會 黨政軍經美中與兩岸的座談會上分析說 中國製造2025計畫缺乏中高階晶元 再加上中國經濟面臨外貿衰退等國際因素影響 當局試圖依賴內循環 拉動經濟成長的力度有限 明居正說 中國製造2025計畫絕對不像想像美好 其他變數包括白紙運動 白髮運動或地方政府債務等都是嚴重問題 他們過去也談共同富裕 談過財富積累規範問題 這些都是打擊經濟發展 現在中國經濟走向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2022年GDP增長為3% 創下1976年以來最差記錄 但是中共軍費不減反增 根據中共財政部公布的預算草案 2023年 中共國防預算於去年相比將增加7.2% 總金額達到1.55萬億元人民幣 臺灣的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馬鎮昆 在同場作談會上指出 如果未來幾年中國經濟GDP成長率持續趨緩 而軍費成長率仍持續上升的話 對習近平不只是強軍隊優於強民生 而是步入窮兵獨舞 就香港《明報》披露 中共公安部與國安部將在機構改革方案中 脫離國務院系統 轉而隸屬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內務委員會 明居正認為 中國的機構改革首先是黨的權力在增加 其次是中央對地方授權 最後都會變成習近平一個人的辦事機構 並且向更加個人集權的方向邁進 維穩費破2000億元大關增6.4% 要壓民間 報抗爭運動 週日人大會議上 中共財政部關於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 於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指出 今年中國公共安全預算突破2000億元人民幣 增長6.4% 較今年預期經濟增幅5%更高 反觀教育預算為1554.79億元 增長只有2% 有評論指出 維穩費的開支大幅增加跟去年底白紙運動及今年初白髮運動有關 實質維穩開支更多 臺灣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週一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指出 維穩費開支大增 跟去年年底的白紙運動以及今年年初的白髮運動有關 李正修說 第一個就是白紙運動 當時自發性的群眾 一般老百姓在各城市發起要求解封的這樣一個社會運動 讓中國共產黨嚇到 因為它是一個非組織性的群眾運動 而且它所引起的範圍跟廣度是歷年來很少看見的 而且它也吸引全球各地的華人 甚至於很多國家一般民眾的支持 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警訊 因為它知道它對社會的控制力其實是越來越薄弱 所以它就想要強化對一般民眾的管控 今年初 因為它刪減了老年人的健康保險的支出嘛 也引發運動 這也讓中國共產黨深感威脅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少亦認為 北京研判社會不穩定因素再增加 他又強調 中共實質上用於維穩的支出 可能較官方所說的多更多 劉瑞少說 公共安全裡面有許多其它的維穩開支 比如說武警 因為他現在駁入軍隊的單一領導 這筆費用現在究竟是多少 而公安下面又有國保 即國內保安 這筆費用一定是公安部的資源 實際上內涵是怎樣 怎麼調配 外界完全不知 只能反映一件事 中共現在覺得 國內外安全都要投放大量資源 以維持穩定 官方資料顯示 2009年中共維穩費首度超過軍費 2011年至2013年連續三年維穩費超過軍費 2014年起 中共不再公布全國公共安全預算 只提中央公共安全預算 誰來當中南海大管家 港媒放風 20大閉幕後至今 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 由誰來接任 仍撲速迷離 據被美國定性為中共代理人的港媒《星島日報》最新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書記處常務書記蔡奇或將接任丁薛祥 成為新任大內總管及中辦主任 據報導分析稱 中辦是中共中央的中樞機構 中辦主任素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稱 前總理溫家寶 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 即將卸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栗戰書 都擔任過這一職位 角色重要 擔任中辦主任的一個重要前提 就是必須獲得領袖絕對信任 報導還說 中辦主任一般都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 以便與其他黨務系統的高層溝通 協調 二十大產生的七名書記處書記 大多分工明確 目前可能的人選只有兩個 公安部長王小紅和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蔡奇 不過 王小紅肆無離開公安部的跡象 而蔡奇是領袖的閩遮舊部 相識超過35年 絕對忠誠 兼任大管家亦可提升中辦的權威和地位 習近平日前前往江蘇代表團參加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 緊隨其後的就是蔡奇 還有丁薛祥等領導人 以往很少身兼政治局常委的書記處常務書記 陪同總書記兩會下團組 因此文章猜測 蔡奇可能將兼任中辦主任 目前正與丁薛祥交接 應對中朝威脅 日韓世紀大和解 美國為兩盟友喝彩 日本殖民時代強徵韓國勞工 兩國為賠償問題爭執多年後 終於有了突破 韓國政府將設基金會代為韓方受害人支付賠償金 為強制要求日本捐款 引起部分受害者反彈 日本則隨即宣布將對半導體原料舒寒解禁等 雙方關係躍進 拜登發表聲明肯定韓國政府的做法 只將成為韓日合作的劃時代新篇章 國務卿布林肯也說 對日韓推進雙邊關係感到振奮 自從去年5月上臺以來 韓國總統尹錫悅一直在努力解決與日本之間存在歷史問題 以幫助鞏固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安全 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這兩國盟國經常因為二戰遺留的歷史問題彼此不和 從而削弱了這三個國家共同應對朝鮮和中共不斷加劇的安全挑戰的能力 許多年來 華盛頓一直在爭取首爾與東京化解分歧 以強化美日韓三國的同盟力量 韓國韓聯社和日本共同社等媒體報導 戴賠方案是由韓國行政安全部 成立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基金會 將共約40多億韓元支付給韓國15名收到賠償確定判決的被害者作為賠償金支付 這些錢則來自日韓1965年建交時締結基金條約後 由兩國簽署請求權協定而受益的韓國企業捐贈 韓國最高法院2018年判決日本新日鐵駐金和三菱重工應賠償韓國徵用工 但日方認為該問題已在1965年解決 拒絕賠償 除了徵用工賠償 日本也將解除2019年對韓國半導體材料的出口管制 重新將韓國列入在出口手續上享有最惠國待遇的貿易白名單 韓國已撤回為此向世貿組織的提告 協商恢復日韓領袖年度互訪 日韓軍事情報機密保護協定盡快穩定化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趙長鵬被FBI擊斃炸鍋了 中共兩會開幕顯示大尷尬 北京不敢與美國開戰 中國學者透內情圖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詞文字幕提供 按照片 轉發 погово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